好,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剛剛看完一個影片就是講我一些R&B的技巧 做這些事情,其實你是不會立刻做到的 如果你立刻做到的話,其實你本身已經懂了 如果你說你從來沒有彈過,你很難立刻做到的時候 所謂的 takes time 你不會立刻做到的 我自己當年也練了一段時間 你要慢慢來給時間空間自己成長 慢慢去練,所以你有足夠的練習 好聽的練習,讓自己練習 讓自己習慣一下,這是很重要的 我接下來就會分享練習 整個練習就有六個練習 和一些很多add-on的ideas 即是怎樣去develop 等等 我其實會在網站和VIP會員分享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練習,練習三 我就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練習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不看那個hammer 那一塊東西呢 就是這塊東西 你看這塊,其實它是one e and apart 就是這樣 會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有時候那個 R&B的vibe的魔鬼細節 就是 就會這樣 OK,然後這個其實在bar 然後就會有hammer 就這樣做 加上你剛剛用的無名指 給多一點點力 有一點點浪 其實去到這裏,你有練到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丟進去拍子機 那這些 怎樣用拍子機 怎樣正確有一個time feel set up你自己的time feel 那些其實我都拍了 用一個中級的節奏課程那裏 是用一個bending group的系統去練的 不過這個就不講了 那我們直接開拍子機吧 就是這樣 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這樣 右手有一點點高速 你再彈的時候要留意右手的速度 還有帶勢力等等 還有整個time feel 很重要 還有一點點back beat 會是這樣的 你可以去develop做其他chord也可以 然後會說 這個是練習3 其實還有其他練習 可能我們會慢慢去develop這些idea出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我有個preview 類似是這樣的 或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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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會慢慢去教你怎樣去develop 我們有六個練習和一些不同的add-ons去交給大家 那其實是一個很simple的概念 但是你要令它tasty 或者整個time feel 要有其實是有些難度 所以我就會分享很多細節教你怎樣去練 要留意些什麼 對 其實很多細節教你跟剛剛的影片一樣 但是我會在exercise那裡提醒你 不要miss了的一些東西 對 還有一些怎樣可以 就是develop一些vocab 讓你的右手和左手可以彈到多些 OK 就是這樣 希望 就是學完一個concept 我們要好聽 就是不要只說 R&B就是hammer 所以看到hammer R&B就識辣自己 就是不要那麼窄 其實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開放很多不同可能性的ideas 就是這樣 那 希望我自己都不會彈到這個世界上所有的ideas 但是我有些覺得好聽 常用 或者是我自己喜歡my favorite的那些 我會這樣插下來教大家去練 或者告訴你我是怎樣組織出來的 那total練習 有興趣大家可以在網站下面 這裡下面加入我們的VIP會員 那就有很多不同主題的教學影片 去給大家去看的 那 那 都 月費都不是太貴 那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那我希望 就是 可以 做多些不同的topics 這樣去 去 大家去學習 那我讓大家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彈木結他 可以彈得好聽些 那 那就 分享我自己 彈木結他的一些ideas 知識 怎樣好聽些 跟大家去分享多些 那就是這樣 那 謝謝youtube的各位 那有興趣 如果還沒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回我的channel 那之後有些多些影片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這樣 那 希望下次的影片我會剪了頭髮 OK 不過應該都沒有 OK 好就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有東西可以問我 可以PM我問我 沒有東西的話 就自己上網站去看就可以了 很多東西都說得很詳細 好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